画面上是在圆明会馆召开的 基隆原住民族教育展望会议 由立法委员高金素媒主持 发起人是基隆市议员陈明健 市长谢国良和民政处长出席参加 现场和原民会及教育部国教署 共同讨论如何来提升基隆国中小原住民学生 课后辅导与足语学习的教育品质 我们这次的会议就是跟我们高金委员反映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教育这部分 所以高金委员他在我们立法院 是属于教育委员会的 所以我们希望他重视我们原住民的教育的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的会议的主要重点就是 我们基隆市原住民学生课后辅导 及课后辅寺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 课后辅导是每个学校它是要必须安排的 它是课后辅导之后的一个课后辅寺部分 就是需要我们基隆的一些社团跟教会团体提出计划 来将我们所有的下课之后的原住民的学生 是不是能够再聚在一起来去教育他们有关原住民的语言的教学 那我也知道基隆的族人大概也将近快要到一万人了吧 所以议员还有市长他们都非常关心教育这一部分 那我们在我办公室曾经聊起 所以我今天就请原民会的教文处的处长 还有国教署的人也来到现场 然后来解决一下这个都会区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都会区里面要传承这个自己的语言文化 其实是有点辛苦 然后都会区的我们的族人呢 其实在工作上面孩子们的这个客户辅导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我觉得很谢谢我们的小爱爸爸市长 然后还谢谢我们在这边的议员 然后一起来关心这个教育文化的议题 跟高金苏美委员跟陈明建议员很高兴 对于原住民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高金委员他跟我这个议题已经碰面了不止一次以上 来关心这个原住民孩子在基隆的教育问题 那他也提到了他有一些想法 那我们这边也都愿意来跟高金委员做权利的配合 首先先感谢高金委员跟原民会愿意投入一些资源 在原住民孩子的一个教育上 那我们这边地方政府也愿意拿出我们的配合款 或拿出一定的额度来加强强化 对原民孩子的一个教育规划跟照顾 市长谢国良表示 感谢陈明建议员和立委高金苏美协助争取 期盼透过中央和地方共同合作 让国中小原住民学子能够得到更完善的课后照顾与学习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